民以食为天,我们可以利用食物的营养来防治疾病,促进健康长寿。 但是吃得不对,很多疾病也会找上门,像三高、心血管疾病、癌症都与吃有关。 那如何吃得更健康呢? 下面这份年度最佳食物评分细则或许可供借鉴。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都会组织不同专业的多位权威专家、综合历年医学及营养学专业文献、官方报告等,对40多种日常食物进行评级打分,选出最佳饮食。 而在2024年的榜单中,热水,位居榜首,获得满分十分,蝉联过三次第一的,苹果,却只得了九分。 这种常见食物获得最低分六分,下面我们详细来看。 1.热水,满分十分,生命之源,健康之机。 1.热水作为生命之源,获得满分十分的评价,它不仅能够保持身体水分平衡,促进新陈代谢,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关节疼痛,舒缓肌肉疲劳。 2.热水最初起源,要追溯到公元前了,早有《皇帝内经》记载,病治而治之汤液。 3.汤,是热水的意思,在古人看来,和热水有治病的功效。 4.在古代,人们吃喝拉撒,基本都在河里解决,没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,再者是细菌病毒,寄生虫等含量较多,因此,河水是非常不卫生的,不能直接饮用,但经过高温消毒,卫生条件就得到改善。 5.高温能杀死大量的寄生虫、细菌、病毒等,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。 5.而且喝温热水,顺通直下,不会引起肠胃不适,造成拉肚子现象,但是喝热水的习惯并不是每一户家庭都能享受得到,无它,玫瑰柴类罢了。 5.近代则是在1951年时,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,讲究卫生,减少疾病,提高健康水平,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伟大口号下。 5.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烈地进行着,自此农村干净了,城市不堵了,不喝生水,水源煮沸后饮用,人民健康得到了保证,之后随着赤脚医生的下乡指导,渐渐地多喝热水就逐渐兴起了。 6.这归功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,和热水的好处很多,水是生命之源,热水则对于血液循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,促进血液循环,促进排毒清淤,使皮肤中含水量增加,皮肤自然而然会变得有弹性,对头发也有好处,可以稀释肾脏中的代谢物,促进排毒。 6.头发自然会乌黑漂亮了。总之,对于老年人来说,多喝热水是维护健康的基础。 2.苹果,酒分佳选,营养宝库,健康守护者。苹果因其丰富的营养成分荣获酒分。 3.苹果适合老年人食用,但需要注意食用量和食用方式。苹果富含水分、糖分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C、胡萝卜素、烟酸、钾、钙、磷、苹果酸、酒食酸等成分。 3.对于老年人来说,适当的摄入可以提供能量及营养素供日常所需,且其中的膳食纤维有利于促进肠道蠕动。 4.缓解便秘,但是老年人的消化功能通常较弱,要注意不要吃太多引起消化不良。 此外,由于苹果中含有较多的果糖,糖尿病患者在食用时应注意控制量。 最后,吃苹果时,应该注意清洗干净,以防吃入农药和细菌。 3.花生,八分优选,蛋白脂肪并存,适量为妙,花生以八分成为老年人的优选。 中医认为,花生不仅口感甘美,而且性质平和,它蕴含着丰富的营养价值,经常食用花生,可以健脾胃,补中益气,对于老年人来说,更能够开胃醒皮,增进食欲。 许多老人常有反胃,胃烧灼感等消化不良的症状,适当进食花生后,这些不是症状往往能够得到明显的改善。 对身体健康大有弊意,然而,花生虽好,却不可贪多,因为花生中含有大量的油脂。 如果老人进食过多,这些油脂便会在体内转化为热量,长期积累下来,不仅可能诱发肥胖, 还可能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。 因此,老年人在享受花生带来的美味与健康时,一定要注意适量,避免过量食用带来的潜在风险。 只有合理搭配饮食,才能真正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。 牛奶是一种高营养价值的食品,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糖分和多种微量元素, 能够提供老年人所需的营养成分,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。 然而,过量饮用牛奶可能导致摄入的蛋白质过多,增加肾脏的负担。 另外,部分老年人可能对牛奶中的乳糖不耐受,喝牛奶后可能会出现腹胀、腹泻等消化不良的症状。 因此,建议老年人在饮用牛奶时,应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和需求,适量饮用,避免过量。 同时,如果出现乳糖不耐受的症状,可以选择乳糖没处理过的牛奶或者豆奶等替代品。 5.鸡蛋 9分推荐,营养全能亡,适量享用更易健康,鸡蛋以其全面的营养成分获得9分。 鸡蛋,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材,蕴含着丰富的营养成分,对于老年人的健康更是益处多多。 它富含蛋白质和卵磷脂等营养物质。 这些都是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必须的。 首先,鸡蛋的蛋白质对于老年人来说尤为重要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人体的肌肉会逐渐萎缩。 而蛋白质正是维持肌肉正常功能的关键。 因此,适量食用鸡蛋,可以帮助老年人保持肌肉的力量和弹性,提高生活质量。 此外,鸡蛋中的卵磷脂对于神经系统的健康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 它能够改善神经传导功能,增强记忆力,预防老年痴呆等疾病的发生。 对于老年人来说,拥有一个敏捷的思维和清晰的记忆力无疑是非常重要的。 然而,我们也需要注意到,鸡蛋中的蛋黄含有较高的胆固醇。 对于老年人来说,如果摄入过多的胆固醇,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因此,在享受鸡蛋带来的营养时,老年人需要控制蛋黄的摄入量,适量食用,避免过量。 六,燕麦,量选九分,膳食纤维冠军,免疫增强者。 燕麦因其高含量的膳食纤维荣获九分,燕麦属于粗粮的一种,营养丰富,含有蛋白质,碳水化合物,膳食纤维,脂肪,维生素B1,维生素B2,维生素E以及微量元素钙,磷,铁,铁,心等多种营养成分。 老年人胃肠动力差,容易便秘,燕麦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,能够润肠通便,防止便秘,燕麦的血糖指数比较低,可减缓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,对于保持餐后血糖的稳定,以及对糖尿病有一定的食疗效果。 燕麦能够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脂,能够预防动脉硬化,高血压,关心病等。 因此,老年人食用燕麦对多种慢性病都有预防和调节作用,正因为燕麦富含膳食纤维,不容易消化, 对于存在严重胃炎、胃溃疡、肠炎这些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,在急性期不建议吃燕麦,会加重病情。 如果处于疾病恢复期,可以将少量燕麦加入大米中煮烂煮软食用。 7. 红薯,优质9分,膳食纤维之星,糖分低更健康,红薯以9分展现其作为膳食纤维之星的魅力。 红薯含膳食纤维和胡萝卜素膏,能改善老年人群的便秘,但若有胃酸分泌过多,胃溃疡,经常腹胀、腹泻。 7. 或患有糖尿病的老人,不建议单吃红薯,需与肉蛋菜类混合吃,红薯富含糖分及膳食纤维,空腹吃红薯会产生过量的胃酸,产生烧心的感觉。 8. 此外,红薯易产气,过量食用会导致负胀,打嗝,因此,胃酸过多,胃溃疡,或经常腹胀。 腹泻的老人不宜空腹,过量食用红薯,可同吃一些肉类,蛋类及蔬菜等,减少胃酸的刺激。 此外,红薯富含淀粉,等量的红薯和大米能量相当,在食用红薯食应替代主食,建议吃其他主食的情况下,每日食用红薯100至200克即可。 8. 香蕉,荣获九分,甲美宝藏,肠胃守护者,香蕉因其富含甲,每等矿物质而得到高分九分的评价。 这些矿物质对维护老年人血压稳定至关重要,香蕉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水果,香蕉的气味比较独特,而且吃起来软糯可口,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。 矿物质,膳食纤维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,老年人通常咀嚼能力会比较差,而且肠胃蠕动功能也会有所减慢,适当地吃一些香蕉可以更好的使肠胃吸收,起到补充营养的作用。 而且,香蕉中还含有大量的果胶以及膳食纤维,吃了以后有助于促进肠胃蠕动,可以起到预防以及改善便秘的作用。 由于香蕉中的维生素含量比较高,适当地吃一些还能够起到增强身体抵抗力的作用。 同时,香蕉中的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肠胃蠕动,预防便秘,是肠胃健康的守护者。 9.葡萄干,七分美味,铁甲宝藏,但需适量品尝。 葡萄干,这款小巧而美味的干果,以七分的评价展现了其独特魅力。 它不仅仅是一种零食,更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品,尤其适合老年人适量品尝。 葡萄干中蕴藏着丰富的铁。 钾等矿物质,这些元素对于老年人的健康至关重要,铁是血液中的重要成分,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。 而钾则对维持心脏功能,调节血压具有积极作用。 此外,葡萄干还富含维生素,能够为老年人提供身体所需的多种营养。 然而,美味背后也隐藏着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。 葡萄干在晾晒过程中会浓缩大量的糖分,导致糖分含量相对较高。 对于老年人来说,过量摄入糖分可能会增加血糖波动的风险,不利于健康。 因此,在享受葡萄干的美味时,老年人需要控制摄入量,适量挺长。 此外,葡萄干虽然营养丰富,但也不能替代正餐。 老年人应保持均衡的饮食,结合多种食物来摄取营养。 在食用葡萄干时,可以搭配一些坚果、燕麦等食材,制作成营养丰富的小零食,既满足了口感需求,又兼顾了营养摄入。 总之,葡萄干以其美味与营养并存的特点,赢得了七分的评价。 老年人在品尝时需注意适量控制,结合均衡饮食,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营养价值。 食、咖啡,魅力六分,提神醒脑,但需适度。 咖啡,这款广受喜爱的饮品,在老年人的生活中同样占有一席之地。 它以六分的魅力赢得了众多粉丝,但与此同时,我们也必须正视它可能带来的潜在危害。 适量饮用咖啡确实能够提神醒脑,帮助老年人驱赶疲劳,恢复活力。 然而,咖啡因是咖啡的主要成分,它具有较强的刺激性。 对于老年人来说,过量饮用咖啡可能会导致一系列问题。 咖啡因刺激神经系统,可能引发失眠、焦虑等问题,影响老年人的睡眠质量。 长期失眠不仅会加重身体负担,还可能诱发其他健康问题。 此外,咖啡因还会刺激心脏,导致心悸、心律不齐等症状。 老年人的心血管系统相对脆弱,对咖啡因的耐受性较差,因此更容易受到其影响。 过量饮用咖啡可能加重心脏负担,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综上所述,虽然咖啡具有提神醒脑的魅力,但老年人饮用时务必注意适量。 过量饮用可能带来失眠、心悸等坏处。 对身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,为了保持健康,老年人应谨慎选择饮品,适量享用咖啡。